薄弱是真实的 薄弱不是虚妄 这种能力是真实的 一切现象是虚妄 那么这都是讲它的本体 讲它的理体 秦之无尽实为爱根 这句话要牢牢的记住 为什么呢 佛在经上唱书 爱不重不生苏婆 苏婆就是丢到轮回 爱不重不入轮回 入到轮回 爱很重 不是好事情 一定要求 爱根不出心何有尽 贪嗔吃慢 都是从爱里面蹭的 这个根要不拔掉 你的心不能清净 心不清净呢 就不能生净土 我们念佛 念佛为什么 清净心 无量寿经上 讲得很清楚 经体上 给我们标示出 修行的总纲灵 清净 平等 而我们的功夫 就在清净上 心净 这幅土 无尽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靠清净心 清净心 就变清净佛陀 是这么个道理 如果心不清净 口里念阿弥陀佛 没有 一天念十万身佛号 心里头还有贪嗔痴吗 古人讲得很好啊 你含破喉咙也枉然啊 这一点都不错啊 所以我们念佛 就是要恢复清净心 用佛这一念 把我们九伐界的念头 都把它转变成佛的念头 这才叫念佛人啊 不若是自信本居正直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不若是佛法的精华 我们不能把它看作太深 太穴了 好像高不高盼 那你就把它看错了 是我们自信 自信就是自信了 自己的真心 本性里面 本来具足 六族贵能大事说得很好 何其自信 本来清净 何其自信 本来具足啊 这是什么呢 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 无上真真正正有 凡文称为摩洛多罗三道三菩提 是我们真心 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说佛首先要知道这个事实 我们说佛没有变定 恢复自己本性而已 照见四世真相 四季佛之之境 法华经上说 悟佛之境 就是这个意思 唯有自信里面 真真智慧 心情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完全明了 这个叫照镜 可见它不是分别镜 不是妄想镜 它是照镜 像这个明镜 像镜子照一样 照得清清楚楚 我们看第二页 老师念佛 这门一心不乱 若不断世间一切染缘 拍云不息 何能老实 老实可贵 老实很不容易 由此可知 我们从无量界来 虽然斗截 常识 共佛 修行 可惜从来没有老实过 所以落得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老实了 早就成就了 早就出了三界了 没出得了三界 不老实 为什么不老实呢 潘雨 这个是常常讲的 放不下了 这个样也贪 那样也爱 这就坏了 坏在这 又想要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地方金银财宝 又不肯放下 那怎么行呢 这个才是搞到这个地步 所以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 没有别的 老实 老实呢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为什么放下呢 因为这个身心世界都是因缘所生 都不是真的 真是金山所说 道体借口 所以佛教给我们 放下是真确的 放下的是真实智慧 不肯放下 怀有贪恋 这就是秦职 这就是迷惑 那么本经 大主义 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方向 这是 波若的这个总纲领 我们介绍到此地 底下呢 请看晶体 本经的晶体 金刚 波若 波若蜜 这七个字叫别体 后面这个经呢 叫通体 经体七个字 可以分为三段 金刚 是第一段 是比喻 金刚是物名 金中之金 就是金中的金花 金中最尽之物 称之为言 金刚 最尽最利 能坏一切物 一切物不能坏 这是 这些 说明 这个物质 它的名字 叫金刚 因为 在一切物质里面 它最坚固 最锋利 一切物 不能够破坏它 它能破坏一切物 它比其他的物金 都要坚固 又金刚宝光明 金刚宝光明 能照宿舍 这稀有之宝 我们现在 这个世界 已经见不到了 许许多多的宝藏 我们都见不到了 为什么见不到呢 众生 福布 一切众生 福报大的时候 这些 许许多多的 珍宝 都自然 出现 实在讲的时候 这也是 佛则经上 告诉我们 一宝 随着 珍宝 转 一宝就是 我们生活环境 随着 珍宝 福报的 大小 佛报大的 自然 七宝先去 佛报没有了 七宝就不见了 隐没了 这个都是 这个 心转 结界 这个 证明 佛在经上 所讲的这些原理 是真实的 因此 世尊 用这个来比喻 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 能扑烦恼重症 这是取他 激励 锋利 能扑烦恼 彻尽一切 凡情妄想 这是比喻他的光明 能够照破无名 照破无名 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就完全见到了 所以用金刚 来做比喻 金刚的特性 金固 凤利 光明 这三个特性 比喻 波罗 波罗是繁语 这个是 因译过来的 他的意思呢 就是智慧 我们不把它翻成智慧 缓用波罗 这个在重新翻译 体力里面 叫做尊重不凡 对他这个名词尊重 所以用因译 再加以解释 亦为自信本具之真实 所谓佛制之间 佛于大菩萨 对于宇宙人生 一切 四离英国 他们看得非常清楚 非常明了 这种能力 就叫它做 薄弱真实 教体性 也就信 薄弱之体 就是决心 决心 就是真如本性 本性 本能 就有决的意思 自决 就是它 决心 圆满 一名诗相 波罗 实 是真实 决定 不是虚妄 这个意思就是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不若是真实 不若 不是虚妄 这种能力 是真实 一切现象 是虚妄 那么这事 都是讲他的本体 讲他的理体 有作用 越政治 这叫观照 波罗 有体就有用 实在说 我们在静宗法文里面来讲 他的体验就是清静心 清静心起作用 就是正直 就是照见 我们现在的心 不清静 我们现在的心 是被污染 所以这个 佛常说 不诸 不识 不识 从诗上讲 是讲我们生活环境 从理上讲 就是讲我们的心 多是污染 五种 严重的污染 因为严重的污染 所以这个心起作用 就起污染 起贪嗔痴 这叫污染 因为有污染 才会有错误的行为 才会有恐暴 这个我们现在的话 这个我们现在的话讲 我心循环 这轮回不息的原因 清静心 其作用呢 就是正直照见 这个宇宙人词的真相 就是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明白 这叫观照般若 观照般若 是十项般若的起用 这个要想的 提根用 是一不少 清静心 是提 清静心 其作用 是照见 所以提根用 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这是诸位同修 必须要晓得 学这个般若 学大臣 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佛为一切众生 开示大臣 使领悟入这名 文字般若 众生在米 自己心性里面 虽然本来具处 本有 但是不知道 人人的心都清静 哪个人的心不清静 真心多清静 不清静 这是妄心 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都有一个真心 真心被迷了 最有 你不知道 在不在呢 在 佛告诉我们 佛讲得很清楚 佛说 我们眼睛 看外面的色相 耳朵 听音声 第一念呢 是真心 那我们眼看 耳听 第一念呢 是真心 为什么第一念呢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不能说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你被看见了 看见了 你轻轻松松 没执着 没分别 真心 第二念呢 就迷了 第二念呢 起分别了 这是花 这是红的 这是黄的 这很美 我很爱它 完了 完了 这都是在妄想分别里面去了 这个就迷了 所以说菩萨有本事到持第一念 不到在第二念 他们的本事 他们叫他用真心了 我们怎么样呢 第一个念是真心 二十年三年就完了 这变成妄想 这变成妄想 妄想做毒 真心不管事 不起作用 这叫凡夫 所以能够保持地念 就去佛有大菩萨了 化身大事了 那不是普通人了 佛把这个色实真相 这个道理 跟我们说清楚 后人把佛的话记录下来 就变成文字 佛当年说法 那是薄弱 那是语言书 现在记录下来成文字 就叫文字薄弱 所以文字是帮助我们开悟 帮助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真相 这虽然说三种主要想的 一二三三而已 阿 祢 佛 佛 阿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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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好